弱手顶级钢货 颠覆你对这个英雄的理解 我来看看 我作为一个资深老弱手 我来评价一下 那么视频上的操作 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虽然是个入门级别的操作 但是高手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 上述操作都是错误示范 实际上是不能打成EQB重的 失误的点在于 我们在放E技能的时候 点了地板 点了地板 就会导致Q技能放不出来 所以Q技能的颜色图标是灰色的 成功了的EQB重 敌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头上还是有击飞效果的 反观失败的案例 头上什么也没有 所以在放EQ的时候 技能顺序很重要 先放E再放Q 然后再点鼠标 去调整位置 如果顺序错了 那就是失误的 来看一波实战案例 这里闪一线挂上雪怒之后 想EQB重两个 但是只挂重了一个 青钢影 把雪怒留掉之后 侥幸逃生 还记得前面讲过吗 放E技能的时候 不能点地板 一点地板 Q技能是放不出来的 包括诺手的其他连招 EAR 可以看到 伤害打出来的时候 敌人还是处于击飞状态 当然你也可以 ERA 就是把平A放在R的后面 也是可以的 总之放E技能的时候 不要点到地板 有一个很多诺手玩家 都不知道的干货 自己身上的雪怒 要比对手身上的雪怒 时间更长 虽然不多 也就0.5秒 可以看到 我Q想过去的时候 对手身上的雪怒 已经消失了 这个技巧 可以让你在对线 或者是团战的时候 打出出奇不意的操作 为什么那么多诺手主播 都喜欢神王这款图片 手感只是其中之一 最重要的是 普通的大招 P下去 然后没有任何动作 再来看一下隐藏A 大招之后 还有一段伤 有人说开了自动攻击 对 没错 就是开了自动攻击 那你看一下 还会不会自动平A 好 鼠标指针挪开了对吧 那就挪回来 鼠标指针挪在甲人身上 三下大招 都没有触发隐藏平A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技巧 必须我们手动 那么想开自动挡的兄弟 也别着急 你只需要打开这个设置 然后点下确定 只要在P他之前 右键点击过甲人 那么他就会在R完之后 自动打出这个 就不需要我们手动了 我的鼠标往哪里移 他都会打出这发平A 最后来看一下实战中的效果 这里寡妇来抓 我们赶紧先打出雪怒 对面寡妇 手上还是捏着大招的 但是他并不想浪费大招 来杀我 W挂场 等控制结束 大招 然后再接一发隐藏A 437加163 我操 简单实用 诺手真的不耐误 啊 不还有这种东西啊 兄弟皮肤真有用啊 哇 他皮肤真有用啊 哇 操 我看下没有皮肤的呢 我看下没有皮肤的呢 只有我才能 Holy 先 都装了 我真的只有那个皮肤有用啊 啊 哇 我操 皮肤真的那么有用啊 Holy 鞋 我操 神王盖伦也有吗 真的假的 我龙女来了 兄弟 快点设施 我要看比赛去了 150伤害 盖伦能筷子围 但是不是隐藏 盖伦是快速的不是隐藏 盖伦没有 墓首这个是直接隐藏的兄弟 因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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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